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到今天晚上明天清晨的时候呢会比较明显 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紧接着强烈大陆冷气团来报道 所以呢先是降雨然后接着呢再降温 当然今天的主要是在下半天 那上午的时候呢各地主要还是多云大晴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降氧几率是20% 那要注意早出晚归的朋友呢晚上的天气的变化 那么白天的温度是16到23度 但越晚越冷所以还是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 那么中部地区呢晴时多云比较不受影响 那中南部地区呢可能要等到明天稍晚的时候呢才会受到影响 所以中部地区今天还是晴时多云降氧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呢是16到25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降氧几率是1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31度 而东部地区晴时多云降氧几率是50% 今天东部地区比较明显的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6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降氧几率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2度 好不过比较位于北边的金本马祖呢 今天则转为有雨的天气状况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台中 目前都是16度台南跟宜兰目前是18度 高雄17度花莲跟澎湖19度台东20度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那这里面当然跟涨多了 拉回整理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道琼公益指数呢最后小跌了23点 刷盘指数是38949点 跌幅0.06% 那萨克下跌了87点 刷盘指数是15947点 跌幅0.55%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8.39点 刷盘指数是5069.79点 跌幅0.17% 飞城半导体则下跌了52.29点 刷盘指数是4602.60点 跌幅1.12% 好七大科技公司当中呢 除了特斯拉还上涨之外呢 那其他的通还有微软小涨之外呢 剩下来的五家呢都是下跌的 那微软小涨了0.06% 不过苹果呢下跌了0.66% NVIDIA下跌了1.32% 亚马逊呢小跌了0.22% Google跌了1.8% Meta跌了0.62% 只有特斯拉呢是上涨了1.16% 这可能也是受到了苹果呢 那么传出来说呢 十年的苹果造车计划呢 现在是喊停了 这当然对于特斯拉来说呢 是一个正面的讯号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小涨小跌 那纽约油气货价格呢 小跌了0.33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8.54美元 跌幅0.42% 拜布兰特原油则小涨了0.03美元 每桶的报价83.68美元 涨幅0.04% 不过以过去这两个交易日来看的话呢 油价是大涨的 纽约西德州原油呢 在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涨了1.24% 拜布兰特原油在过去这两周呢 也累计涨了1.39%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芝加哥小麦期货 是小涨了 是小涨了 0.24% 好那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今天凌晨的贵金属的 这个商品期货交易所呢 商品期货交易呢 都是下跌的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1.4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2042.70美元 跌幅0.07% 那不过呢 累计两个交易日呢 反而是小涨了0.19个百分点 而白银的期货呢 则下跌了0.54% 那累计两个交易日也是跌了0.51% 那么铜的期货呢 小跌了0.01% 累计两个交易日呢 小涨了0.2% 不过把金的期货呢 连续下跌 在今天凌晨继续下跌了 2.58% 累计两个交易日呢 大跌了4.07%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的部分 美元指数呢 现在就在104之下 那么小幅度的整理 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小涨了0.11个百分点 来到103.94 美元对欧元对英镑对日元 都是小幅度的升值 那这里面当然也跟降息预期 不断的往后延 所以呢 美元指数呢 就相对强势 那就美国会维持高利率的时间 比较长一点 就使得美元指数呢 维持在相对的高利率 可是呢 那这也使得另外一方面的 Bitcoin这个地方啊 比特币的部分呢 是狂涨的 那今天凌晨呢 那Bitcoin在过去这24小时 继续涨了百分之9.41 涨幅相当的大 将近一成啊 那么已经突破了6万美元 每一块Bitcoin来到了 62379美元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下跌了58点 跌幅百分之0.76 法国巴黎正商工会指数 小涨了5.99点 涨幅百分之0.08 德国法兰克指数也小涨了44点 涨幅百分之0.25 不过以这个两天连续交易日来看的话呢 英国是跌了百分之0.77 那法国涨了百分之0.31 德国则是涨了百分之1.02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把这两天的这些比较重要的讯息 都为大家做了整理 首先呢 美国呢 在昨天呢 公布了它前一季的经济成长率的修正值 其实之前呢 公布呢 是计真年率百分之3.3 不过这一次呢 小幅度的下修 下修为百分之3.2 主要修正的呢 是民间的库存投资 其实没有预期所这个预判的这么好 所以呢 微幅的向下修 不过就去年全年而言呢 那么GDP成长百分之2.5 还是超越了原本的 美国自己所预估的经济成长率 及国际机构 普遍对于美国经济成长率的预测 好 去年的第四季很好 但是今年1月份的相关数据呢 其实已经呈现出来一个成长 放缓 甚至于呢 可能要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 包括了零售销售数字 新屋的开工数字 它的价格还在往上涨 但开工数字下滑 卖酒材订单 还有工厂的生产 这些数字呢 都不如预期 所以呢 从1月份的数字来看的话呢 经济的成长呈现了疲态 所以我们看到呢 高盛集团的执行长呢 他就提出警告 他跟一些执行长呢 谈过 认为过去几个月啊 美国的月光族 就是这每一个月都把钱花光光的 最低收入的这一批呢 他们的消费模式呢 已经越来越吃紧了 所以呢 这个可能使得经济动能上面呢 受到影响 好 虽然说呢 开工的这个数字呢 是减少的 但是美国的房价是再创历史新高 这当然跟供应紧俏 有很大的关系 好 根据这个标普凯斯席勒房价指数 去年12月的全美的房价呢 按照季节调整之后呢 月增0.2% 那么连续七个月 创历史新高 跟一年前的这个同期相比呢 则是年增5.5% 也比去年11月的年增5% 要来得高 整个2023年呢 美国的房价虽然处于一个高利率 房贷利率很高的情况之下 但是呢 全年还是涨了3.5% 今年呢 仍旧是一涨难跌 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跟供需有关 现在呢 利率偏高 所以呢 拥有房子的人不愿意卖房子 否则的话 他一卖房子一换屋呢 他就必须要负担比较高的房贷利率 这个呢 是供给呢 短缺的重要原因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根据美国的资料显示啊 那么从去年的11 12月开始呢 美国的企业的高阶主管执行长 或者是家族的一些 这个继承的这个机构呢 他们呢 都在卖股票 那么累计呢 家总起来呢 按照他们所收集的资料 那么达到110亿美元 这里面包括了贝佐斯 贝佐斯 就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还有另外包括了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 以及呢 这个Meta的执行长兼创办人祖克伯 还有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共同创办人兼前执行长布雷克 以及呢 我们看到沃尔玛的这一个创办家族华顿 他们呢 都在过去这几个月 或多或少的卖 可能从几千万美元 到几亿美元呢 都是他们在出售 那么累计呢 这几个大咖哦 其实套现呢 已经达到110亿美元 和台币3500亿新台币 而且没有迹象 他们要买回来 所以呢 这是不是一个 涨多的 这个讯号值得观察 另外日本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增幅呢 连续三个月放缓 但是呢 连续22个月 都在他们2% 所设定的目标之上 尤其是日本银行最重视的核心 核心通膨 就扣除掉能源 扣除掉食品 那么这一些剩下来的 这些比较僵化的 这个物价指数呢 它的年增率3.5% 虽然呢 比去年的12月的3.7% 稍微的微幅放缓 但是呢 比预估的3.3%要来的高 更重要的是 它其实是在2%的目标之上 已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数字呢 又让市场觉得 日本央行恐怕是非要取消 它的负利率政策 现在的观察点是4月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包括了路透等 多家的外国媒体同步的报道 苹果呢 从2014年开始启动的泰坦计划 就它的造车计划 电动车计划呢 应该是确定结束了 整个泰坦计划呢取消 那么结束之后呢 现在相关的员工呢 超过了2000人 这里面呢 如果跟软体有关的 应该都会 这个规鉴到其他的 这个苹果部门 但是有关于硬体的部分呢 有可能会裁员 这也凸显出来呢 电动车的竞争 现在激烈 而且呢 它要获利是很困难的 所以看到马斯克呢 贴了一个文呢 就提到说 造车真的很困难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当这里面的竞争呢 除了特斯拉之外呢 另外呢 中国大陆的造车新势力 来势汹汹 除了比亚迪之外呢 昨天呢 理想汽车公布了 他们去年的财报 那么净利润达到了 118亿人民币 那么从2022年 还亏损的 20.3亿人民币 一口气 那么由亏转赢 而且呢 把过去这五年亏的 全部在去年 全部赚回来 它也成为全球第三家 在电动车这部分呢 能够赚钱的公司 第一家是特斯拉 第二家是BRD 现在理想呢 是第三家 这也凸显出来 电动车的压力的情况 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OPP Plus 他们原本的减产计划 是到三月底 但现在传出来呢 可能要将他们的 自愿减产计划呢 延伸到第二季 也就是六月底 甚至于考虑要一直延到 今年底 这一点呢 也是值得注意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在陆港股的部分呢 那么大陆的国家队呢 从去年11月 根据瑞士银行 他们所搜寻的资料 统计显示 那么杂在这一些ETF 就包括了 沪生300ETF 中正500ETF 还有中正1000ETF 以及中正2000ETF 四档指数的ETF呢 那么金额呢 就高达了4100亿人民币 这也创就了 在农历春节前后的 陆港股的这个 尤其是陆股的上涨 不过昨天呢 那么这个碧桂园的债主 其中之一的建涛集团呢 他们在香港呢 那么申请了要清算 这个碧桂园 以取得取回他们的 这一个他们的 以取回他们的 这个这个债务啊 债权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昨天呢 也冲击了陆港股啊 所以昨天的陆港股 都是下跌的 上升综合指数下跌了57点 刷盘指数2957点 跌幅1.91% 深圳城市大跌了222点 刷盘指数是9047点 跌幅2.4% 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呢 刷盘指数呢 刷盘指数16553点 跌幅1.41% 当然这也跟昨天的大陆 传出来他们的 这一个有关于 这个民营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的 保密的一些法规啊 其实更加严格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国际非常知名的评论网站 评论汇编 他所能够公布的这一些 这个评论呢 都必须要真的很大咖才可以啊 那么有三位呢 在产业界学界啊 其实非常知名的人 是半导体界的 工研院前院长史清泰 台积电的前副总林本坚 还有中研院院士 也是加戈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谢常泰 联名呢 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 美国晶片法伤害台积电 也伤害台湾利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呢 在2月28号前一天 放假前夕呢 下跌了93点 收盘指数18,854点 跌0.49% 不过成交量反而放大到 4308亿元 OTC也是 价跌量增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